选举将近为了加强反会选 花联地检署再度与增进马蜀合作 除了在包装袋和运送车上 张贴反会选选导标语 还有反会选大使阿花仁偶 向消费者宣导反会选观念 而地检署也表示 目前已经收获实践检举报案 警方都在积极侦查当中 也呼吁民众踊跃的检举会选 让民主政治回归清流 加强反会选花联地检署 既和钥匙界合作之后 今年再度与知名伴手理业者 增进马蜀合作 扩大宣导层面 反会选需要深入到家户 而且无孔不入 我们有这个理念之后 我们想说在地的优质商家 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伙伴 那增进马蜀去年在921选举的时候 也有为我们来做一个 这个反会选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今年还是来 为请这个增进马蜀 来帮我们做一样反会选的活动 那增进马蜀这个 曾董事长他非常热心 对我们反会选的政策也非常支持 也非常配合 那不但在购物替代上面 有我们反会选的贴纸 甚至在这个物流配送车上面 也都有我们反会选独样的一个贴模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也非常感谢 增进马蜀特别在包张袋和运送车上 张贴了反会选标语 今年还特别设置反会选大使阿花人偶 向消费者来宣导反会选观念 因为社会的祥和需要 我们选出来的人是干干净净的 很愿意为我们付出的 而不是他有另有企图 用钱去买 或者是用暴力威胁去达到他的目的 选到他的一个职位之后 做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宣传反暴力反会选 这个是让民主自由国家 能够更进步 更卓越更壮大的一个事情 所以增进马蜀全力支持 这次的话我们会在收银机这边 会有一个小小的宣导活动 然后也会在宣传车这边 会有一个宣导的拍照的活动 然后这次比较特别 好像有一位反会选的小花出现 待会儿在收银机那边也会出现 地检署表示 目前已经接获数十件的检举案件 检方都在积极的证办当中 查查会选的部分 我到今天早上 我们得到最新的统计数据 我们总共受理了44件的勤资 那这44件的勤资里面 比较多数的是选举赌盘 以及现金汇选 那当然我们都会请检察官 这个努力的查契 我们用尽全力 我们不会让这些步伐 有任何的一个生存的空间 地检署会民众 踊跃检举汇选 让民主政治回归清流 介组会幻视报导 在这一块插检署 我们有任何人感到 他们都不愿意